埔里鎮青田街日前因電線老舊發生火災 造成三戶民宅受損 而因為三戶住宅未達補助門檻 為了讓住戶們能夠在寒冬之際能夠得到幫助 日前縣長林明貞也導致三家受災戶 執政慰問金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盡早修復家園 因為他沒有達到我們災害救濟標準 所以我們政府特別用未住錢的方式 一戶都要半兩萬幫他們殺工 所以這個水火是無情的 所以我們大家對這個會要特別留意 這個黨衛需要比較乾燥 比較會發生火災 希望我們前縣民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火 避免又一直發生火災 造成我們的財產生生命的問題 對於縣長能夠到現場慰問 收災戶李美竹也感謝縣長的用心 讓他們能夠在寒冬中感受到溫暖 東西也燒得蠻多 雖然是在三樓 但是燒掉東西燒很多 因為我們這兩戶都是藝術家 我們展覽的作品都在樓上 所以兩戶的藝術品燒了很多 心裡也是很心疼 還是想說人平安是最重要的 還有房子住還有人平安 這是最重要的還好 感謝縣長這樣子來慰問我們 縣議員吳國昌感謝縣長 能夠關心埔里的鄉親 冬季天干霧燥 吳議員也提醒鄉親 要注意防範用火用電的安全 很多事情 我們的防範措施做得好 才不會量成災害 有時候災害一發不可收視 對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構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我們的館長呼籲 除了我們的牧前 所有每一個養貨 我們的館長 冰時 我們在使用 或是我們的幫袍 頂頂 我們這些都要真正注意 因為天干物照 而且 晚年是人家說的 冬月時 更年乾燥的季節 所以對著防火 我們一定要相當地來 認同相當地來注意 副議長潘一泉 肯定縣長的用心 最近天氣逐漸轉良 除了提醒鄉親要做好保暖之外 也希望鄉親一定要注意 用電用火的安全 才不會讓意外來發生 記者陳偉一 鋪理採訪報導